狐狸猫想养一只小白兔 在宠物店里寻找 发现有黑色的小白兔 有棕色的小白兔 有杂色毛的小白兔 但是没有白色的小白兔 狐狸猫有满肚子的问号 如果不是白色 还能叫小白兔吗 回家遇到小树蛙 说了关于买小白兔的事 小树蛙听了捧腹大笑 问狐狸猫 你认为所有的兔子都是白色的 难道不是吗 你看到黑色、棕色、杂色的兔子 但是看不到纯白的小兔子对吧 对的 你有注意到宠物店里 兔子眼睛的颜色是什么吗 我看到的是黑色 你知道小白兔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吗 是红色 为什么小白兔的眼睛是红色 因为吃了太多红萝卜 所以让眼睛变成红色 如果因为吃了太多红萝卜 而让眼睛变成红色 那么我们来试试看 也吃很多红萝卜 看眼睛会不会也变成红色 这不可能吧 的确不可能 小白兔的毛色纯白与红眼睛 好像是因为具有白化症基因 狐狸猫满腹疑惑地问 白化症基因是什么 小树蛙说 我也不是很清楚 让我们一起问老师吧 狐狸猫问老师 为什么我在宠物店里找小白兔 找不到 都看到的是黑色 棕色 或杂色毛的兔子 的确 绝大多数的兔子 是黑色 棕色 或杂色毛的 你所说的小白兔 是因为突变的关系 狐狸猫又有疑问 什么叫做突变 是变态吗 会让我们变畸形吗 突变是指遗传物质发生变异 也可以说是基因发生变异 会影响性状的特征 我在百科全书上读过 兔子是因为具有白化症基因 才会全身白毛 眼睛变成红色 白化症基因 是因为突变造成的吗 小树蛙博学多闻哦 白化症基因 是由能产生黑色素的基因 变异而来 也就是基因突变 让个体无法产生黑色素 导致全身缺乏黑色素 因此全身为白色 眼睛也因为缺乏黑色素 而呈现微血管的颜色 所以看起来是红色的 我们称之为白化症 以小兔子为例 原本小兔子有黑色 棕色或杂色 然而人类在兔子中偶然发现 毛色纯白且红眼睛的稀有个体 其实就是白化症的个体 让这些个体交配 产生的子带也都是红眼睛 全身白毛 因此称它们为小白兔 换句话说 小白兔就是白化症的个体 只有兔子才有白化症的个体吗 不是 在其他生物身上 也可以发现白化症 例如白蛇 白老鼠 白企鹅 具有白化症的个体 又叫做白子 小白兔眼睛是红色的原因 是什么 A 因为吃了太多红萝卜 眼睛变成红色 B 因为小白兔眼睛疲劳 眼球冲血造成红色 C 因为小白兔的红膜 刚好是红色的 是一种性状特征 B 因为小白兔具有白化症基因 缺乏黑色素造成的 正确答案为 D 真羡慕白子 有白色的皮肤 漂亮的红色眼睛 不用羡慕白子 他们因为缺乏黑色素 眼睛与皮肤 很怕受到阳光照射 所以白天时 要避免在列阳下活动 突变对生物而言 都是坏事吗 突变通常对个体没有益处 突变会影响性状表现 可能导致疾病 例如炎症 甚至使个体死亡 然而少数突变 对个体生存有利 例如意大利 李蒙尼村 有一群人 叫波大多人 他们很少患有心血管疾病 追踪他们家族的族谱记录 发现约在三百年前的祖先 某个基因突变了 导致身体分解胆固醇的效率 为一般人的三至五倍 所以不容易患有心血管疾病 有时会将突变的原理 应用在农业 鱼业 畜牧业上 筛选出具有利特征的个体 加以培育出所需要的品种 例如观赏用的金鱼 是野生鸡鱼演变而来的 原本金鱼在野外 是容易被天敌发现捕食的 人们特意将金鱼 加以繁衍饲养做观赏用 如果我的基因突变了 我的下一代也会有突变基因吗 我们要看图变发生在哪种细胞 图变如果发生在体细胞 只会在个体表现出图变的特征 若生殖细胞带有图变基因 便有机会遗传给子代 形成遗传性疾病 基因图变所造成的性状改变 一定对个体有害 A 不是 图变通常没有益处 但有些图变是有利的 B 是的 图变会导致疾病发生 正确答案为 A 什么情况下 基因会发生突变 原本在自然情况下 任何基因都有可能发生突变 但是几率非常低 如果遗传物质接触物理因子或化学物质 会大大提高突变的几率 物理因子或化学物质是指什么 先问你们 你们有去拍过X光片的经验吗 利用X光照射手部骨折部位时 身体要穿上一件厚重的衣服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不希望除了手部之外的部位被X光照射到 如果照到会如何 我猜是会伤病 其实 X光照射会导致图变发生几率提高 可能会导致炎症 其他还有照射紫外线 核辐射等 这些属于诱发突变的物理因子 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照射强烈紫外线 核辐射 X光 穿上厚重的衣服 也就是千衣 可以防止X光穿透 妈妈常说 腊肠香肠要少吃 发霉的食物不要吃 因为对身体有危害 这是为什么呢 我知道腊肠中有加入亚硝酸盐 发霉的食材 可能有黄麴毒素 这些都对身体不好 是的 直到亚硝酸盐 黄麴毒素 会导致基因突变发生的几率提高 这些是诱发突变的化学物质 原来如此 我们要听妈妈的话 以后会避免吃这些食物 狐狸猫将大家今天学到的知识 进行整理 1. 突变是遗传物质变异 2. 突变基因导致个体性状变异 造成疾病 也可能产生有力的新的性状特征 3. 如突变基因发生在生殖细胞 可能会遗传给子代 4. 可随机的自然发生 任何基因都有可能发生突变 突变通常对个体不利 但是突变能产生新的基因 产生新的性状特征 也可能发生有力的变异 5. 遗传物质接触某些物理因子或化学物质时 会提高突变几率 物理因子 照射紫外线 核辐射 X光 化学物质 摄氏亚硝酸盐 黄麴毒素 最后来和狐狸猫脑力激荡一下吧 如果狐狸猫的爸爸喝酒抽烟导致肝炎发生 请问狐狸猫也会有肝炎吗?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 欢迎留言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